最近市场上面有个消息就是说 这个亚太区 基本上除了日本之外 企业盈利的增长了 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甚至超过2007年当时一个所谓高峰期 所以不少的投资者都觉得 究竟这个所谓高峰期 为什么距离这个所谓衰退期这么接近呢 究竟是不是对我们股市来讲 会有一个推动的作用呢 这方面来讲 我个人来讲看法还是比较保守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现在的股市 基本上来讲已经是反映出 今年明年甚至后年的一个盈利增长的状况 所以我反而是觉得 如果企业的盈利状况 是可以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的话 这个或许可以让到股市 在目前的水平整顾下来 但是如果最终股市或者企业的盈利 没有达到我们预期这么高的话 这个反而是对市场的预期 有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 今年的三月份跟四月份 业绩期期间 这个对股市的一个波动性 我觉得特别是受到这些 业绩期的一个宣布之后 这个肯定是对股市的一个波动性 会加强的 我觉得投资者就不适宜 过分乐观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